for i 等于1到10年 我们就11好了 小于11就是 他的范围就是1到10 然后是加加 OK 那复利的部分的话 我宣告一个double 那double的部分的话呢 我叫sum a好了 那他的公式的话 我们把它改回来 因为这边其实可以 可以再做其他练习 加1000块 那我放在银行里面 一般基本上银行都是复利计算 那复利计算 如果说我今天要给公式的话 记得就是match.paw 然后呢1加上零点 也就是说1点 就是我的利率放在后面 那放一年之后的话 那就是一次方 就是这个结果 那以此类推就是再相乘 再互相乘 等于是几次方 把这个结果秀出来 做出来之后传给什么sum a 然后呢这上面的话呢 再怎么样呢 把这个上面的结果放在这里 不过因为它是个double 所以会有小数点 那题目里面要我们怎样 把它变成一个四舍乌乌之后的 一个整数啊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用什么 match.run 所以这边会用 match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match.paw 一个是match.run 然后呢这个地方 再多加两个tab 因为要让他有那个距离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单例计算的话 那公式我们就是1加上 i 因为你要乘上几个单例 那边0.05 ok 那把它相乘之后的话 再把结果放到这边四舍入 ok 所以最后的结果我们rown出来 大概是看一下 直接rown出来的话呢 按确定 底下的话呢 就上面的年 然后呢 A A银行 但复利跟单例 然后放 最后结果类似这样的 不过这一千块 放十年之后 大概只有增加600多块了 ok 那0.05 这个利率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现在银行利率的话 顶多就是一趴而已吧 搞不好那个 你们定存 定存有一年期 好像还没一趴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说 对非常非常少 所以你会发现 应该是0.0.2 这个地方 0.0.25 这样 那你会发现 哪里乱出来的话 基本上这个利息少的 少的可怜 然后放十年的话 一千块 还是有两百 两百八 那如果说像 像现在有 人家一直在诟病的说 十八趴 如果十八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改成十八的话 好 你会发现 十八趴 放个十年之后的话 有没有 就变成 五千多 所以你会发现 十八趴 真的是 不得了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会发现 你如果放一千块 那假如说你有一千万的话 一千万 你放一年就有一百八十万 如果说你有一千万 然后呢 放十八趴 也就一年多了一百八十万 那一百八十万 基本上 哇一年 如果你有一百八十万 那你可以不用工作了吗 年薪 破百万的话 那比比年薪百万还好赚 哦 OK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哦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 那等一下 我再把画面这个这个 我的结果给各位参考